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哥哥 这一车放着小鱼缸放在这里 感觉有点小了 然后的话 今天重新买了一个新的鱼缸 这鱼缸的话 直接买回来就可以用了 等一下才可以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样的 登登登 比加四个鱼缸 看一下 这尺寸的话 刚刚好可以留在这里架子上的 要的话 这个鱼缸直接拿回来就可以下鱼的照顾了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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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鱼缸看上去效果是很不错 看 这边是一个喂食口 然后的话 这里 这边有个灯光 这是喂食口 就开关 这个是水方 它这些功能都可以连到我们的米家的里面的 这种米家里面 然后在手机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给他喂食开灯的 嗯 一几吧 好了 好了 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鱼缸的整体结构 然后的话 我当时是看了一下吧 它整体的长度是 44厘米 然后的话 高度是 总体是27 宽度的总体是24.5 然后这个尺寸 作为一个小鱼缸是很适合的 然后它拆开来看一下吧 结构 这边的话是一个自动喂食器 哎 叫出来的一个自动喂食器 看一下 这款自动喂食器的话 里面这个旋转的设计的 只要它转动起来 饲料都可以转出来 然后从这个小口里面掉到鱼缸里面 然后喂食器上面还有两个小口 然后它是 两个从小到大的 里面这里是关地的 一档和二档的小口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过滤结构 它的过滤结构是在这里的 这边的话是有三个模块 然后的话 这里这个哦 里面的是一个过滤棉 这个是一个5D棉可以拦着杂质 然后的话 平常拿出来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了以后 看一下第二个模块 哦 这个模块里面是个小块均层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绿材 三条的一个绿材 也是个大模块 这种的话 拆卸出来清洗 还是蛮方便的 这块就是个水泵的模块 水泵就在这个模块里面了 哦 水泵层这边也有一个 成框棉可以做一个防堵的 然后的话也可以有一点的黑菌效果 然后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空置的模块 这个模块是方便我们以后 放一个加热棒进去的 因为冬天的话 我们养鱼有一些日大鱼还是需要加热棒的 把现在把它堵装起来 好了 现在就安装好了 给它通那边看一下效果 嗯 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 它水泵就在空转了 然后的话 等一下要去处理一下 这里的话 它灯位有几个档的 这里是空转以后 它就停止了 灯位的话 有几个档 它应该有 你看 6号是这种氛围的灯 这个是渐变的 6号是什么 然后7号是一个白灯 1号是一个红灯 2号是蓝灯 3 好了 好了 这鱼干拿出来以后 贴上边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办公室 还有一些家装家居的一个小装饰 很简单 放上去就给你养鱼了 现在如果直接加水进去 然后我还是喜欢给他照个小景 看上去更加要特别观 好了 看一下 随便照一个小景 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这种感觉还好 然后仰了按照说明上自己应该是24681010条一枚倒影 看上去很有感觉 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我是北洋哥 再见